人口也从20万激增到400万 相比之下深圳的2000公顷果菜生产用地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而居民的菜篮子却仍然是日渐一日的丰盛起来 都很方便啊 什么东西都比较方便 因为全国的各地东西都有 价格也不贵的 和所有地方一样 深圳人丰盛的菜篮子得益于农副产品市场的放开和市场体系的建立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每天都源源不断地运到深圳 如今在乌鲁木齐吃到沿海地区的水产品 在东北吃到海南的蔬菜已经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而包括个体商贩在内的各种经营单位 更为消费者提供了选择品种质量和价格的广阔空间 随着统购包销时代的结束 市场的需求更促进了菜篮子生产的发展 山东寿光等众多的种植养殖专业线和生产基地的建立 就离不开大市场大流通局面的形成 以优质换优价更成为生产者追求的目标 就是比较吃的比较多的通心菜 一米多长只能够吃那么就那么十来公分 那为什么还要生产那么长呢 因为你要规定他交任务嘛 交多少重量嘛 他没有规定他质量 现在就不可能出现了 他是以这个经济利益 以这个卖价 以经济效益来进行种植的 从80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加快了农副产品流通和价格的放开步伐 实行自主生产 自由购销 市场定价 多渠道流通 4000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众多的零售市场 诸步构筑起完整的市场体系 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商贩活跃在城乡之间 在市场的作用下 菜篮子产品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国与几内亚农业合作开发项目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取得较大成绩 初步探索了我国外源方式改革的新路子 请看报道 我们来到几内亚采访的时候 正是当地的水稻即将收获的季节 在离首都克纳科里130公里的科巴农场 中国的农业技术人员正在指导当地农民进行田间管理 地处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几内亚 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 但是由于生产水平低 目前仅开垦了五分之一的耕地 大量的土地还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 国内粮食一直短缺 我国农业部根据几内亚方面的要求 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 在97年1月挑选了5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工人 来到几内亚博发省的科巴 帮助几内亚发展粮食生产 农场里的这一排排厂房 是大家在一片杂草丛生 蚊虫横飞的荆棘丛中建起来的 这一望无际的水平田 是所有原非人员和当地黑人 一起鼎烈日冒酷暑 在沼泽地里抢食抢日开啃出来的 大家就是凭着这么一股吃苦奉献的干劲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生产出第一剂稻谷 尽管缺肥少药鸟害猖獗 平均每公顷仍达到3.5吨 其中高产田达到5.8吨 过去我们的水稻产量只不过是 每公顷500公斤到1吨而已 现在中国品种的水稻产量 已经达到5.8吨 这个产量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目前600多公顷的农田种上了水稻 种机场和一些相关企业正在建设中 这样一种经济合作的办法 既能够使这样的项目能够长期地维持下去 同时又能够使几内亚的农民得到一些实惠 这样就促进了我们这个项目 能够健康地往下发展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春节期间 常年在高山海岛舰艇工作的 海军十位政治教导员和十位政治指导员 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 建联政工之星荣誉奖章 这次当选的十名政治教导员和十名政治指导员 都是海军最基层的新一代优秀政工干部 他们常年以高山海岛和舰艇为家 爱港敬业无私奉献 深受基层部队广大官兵的爱戴 为了不给基层添麻烦 海军党委决定 优秀基层干部表彰大会 不在北京召开 而是派人专程将优秀基层干部的荣誉奖章 送到了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下面请看一座简讯 我国目前最大的海上油田 隋中361油田这一区日前正式投产 这一油田位于渤海湾 距辽宁省隋中50公里 以探明石油总储量3亿吨 含油面积43平方公里 海南省环岛西线高速公路 九所至三亚段近日建成通车 这段公路长60.2公里 全力交全封闭双向四车道 到目前为止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已有三分之二的路段建成通车 预计2000年全部军工 312国道蓝田到小商园 汽车专用公路上的 慕湖关秦岭隧道 日前全线贯通 秦岭慕湖关公路隧道 是陕西省目前最长的公路隧道 全长1670米 上海市浦东新区的 世纪大道建设工程 日前动工兴建 这条大道长4460米 宽100米 双向8车道 预计1999年底建成通车 我国第一座 连续跨境最长的 跨海大桥 彩虹大桥 日前顺利合隆 这座渤海湾上的 三跨拱形大桥 位于天津市的 永定新河 与禁运河交汇入海口处 大桥全长4470米 桥面宽29米 预计今年10月 军工通车 广州市的解放大桥 近日建成通车 解放大桥全长923米 宽25米 双向4车道 主桥两端共有4座螺旋梯 供行人使用 一个长4.8米 重1.1吨 最大直径3.6米的 波音MD90机头 近日在四川成都 飞机工业公司 正式交付 这是这家公司 转包生产的 第100个MD机头 近日随着湖南省 绍阳市最后一个 无电村川岩村 核杂送电成功 湖南大电网 提前三年实现 村村通电的目标 至此 湖南省通过四年的 电力扶贫 使这个省1236个村 100多万农民 告别了无电的历史 新疆乌鲁木齐 国际汽车站 日前落成并投入使用 这个汽车站 已开通乌鲁木齐 至阿拉木图 乌鲁木齐 至格奥尔基耶尔卡 两条国际线路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